这是那天正午时分留下的合影 也是他们两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合影 这一年蒋介石58岁 毛泽东52岁 以过去的大半生里 他们曾经相向而行 也曾经势不两立 今天他们再次并肩而立 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 世界为此看到了中国和平 民主团结的曙光 拍照结束后 他们走进会客厅 开始了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谈判 但究竟是战是何 他们各自想要缔造一个怎样的中国 和平民族命运的谈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集里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受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磁坦公告 消息传来 边城延安 人们敲锣打鼓 扭着大央阁再歌再舞 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此时并不轻松 就在前一天 1945年8月14日 蒋介石突然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万吉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建 倭寇投降 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 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亟待解决 特请先生刻日会临陪都 共同商讨 事关国家大计 信物拎驾 14年抗战中 国共关系复杂而微妙 就在抗战胜利前夕 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 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 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强调提出 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 做出的结论是 今天的中心工作 在于消灭共产党 尽管蒋介石对于毛泽东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他要想发动全面内战 也有太多的顾忌 为了避开日军的锋芒 此时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大多囤兵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 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所在的 华北 华中 华南 以及东北地区 还需要更多时间 而且经过14年抗战 中国人民此刻最强烈的期待 是和平建国 反对内战的呼声一片高涨 国际上 美国与苏联为争夺欧洲 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双方也都不希望中国陷入内战 权衡利弊 蒋介石决定率先发起和平攻势 六天后 蒋介石再次致电毛泽东 大战方告终结 内征不容再有 深望族下体念国家之建卫 敏怀人民之极苦 共同努力从事建设 又过了三天 蒋介石再发几电 为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均待与先生面商 时机迫切 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 慧然携邻 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 国家前途实力赖志 自已准备飞机营养 特载持电速架 蒋介石八天内 接连发出三封电报 公开将了毛泽东义军 你有没有胆量来重庆 毛泽东心里清楚 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 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 真备战的缓兵之计 但面对废墟上 亿万人民的巧守期盼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还是决定力求和平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4日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 副电中回复 特级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剑 毕人吉愿与先生会见 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四飞机到恩来同志 立即赴予尽业 第一准备随即赴予 物教有期 特此丰富 1945年8月28日 整个延安城万人空巷 机场上人山人海 毛泽东 周恩来 王若飞 在国民党将领张志忠 美国大使赫尔利 陪同下 乘专机飞赴重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 也是大革命失败以来 毛泽东第一次 以公开身份到城市去 当飞机呼啸着 冲上天空的时候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 我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 蒋介石在林园关底 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 于是 两个敌对了18年的 国共两党领袖 看上去已是相逢一笑 敏恩仇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 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 但是 当谈判拉开帷幕的时候 毛泽东周恩来才发现 蒋介石派出的谈判代表 甚至连谈判的基本条款都没有 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 十一条谈判要点 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 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停止武装冲突 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 中共为促成这次和谈 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 为了表达诚意 中共在方案中 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 只提出参加政府 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 但即便是这样 蒋介石还是认为 中共要求太多 事实上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 蒋介石就翻出 十年内战期间 他亲自制定的剿匪手本 让何应钦重印下发 为了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 沿西山部集中了十三个市的病例 大举进犯进东南的上岛地区 近纪鲁豫军区司令员刘博成 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迎战 一举歼灭入侵的沿西山部三万余人 在战场上遭到重击的蒋介石 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 一个多月的重庆谈判 紧紧地牵动着全国民众的心 从毛泽东到重庆的那天开始 大家没有哪一天 不再探问着会谈进行的情形 不再关心着会谈进行的顺利与否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 促成和平协议的签订 中共代表团既坚持原则 又做出重大让步 特别是在军队编制上 同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缩编为24个时 乃至20个时 而国民党的部队 是中共军队的四倍 此时此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是以民族大义为重 真心诚意 希望和平的 1945年10月10日 国共双方终于达成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及双十协定 同时 双方约定 三个月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落实谈判成果 人们满怀希望 以为内战可能由此停止 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 但事实上 就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 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 发布了一条措辞严厉的搅供密令 对共产党若不肃予搅除 不仅八年抗战 前功尽失 且必一害无穷 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 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 李公普和文一多 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6年6月26日 蒋介石图穷李先 撕毁停战协定 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 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指挥五万部队 杀出了国民党三十余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实施中原突围 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1946年9月下旬 国民党军队东西对进 夹击晋查记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1946年10月11日 解放军撤离了张家口 中国大地上战火重燃 拥有430万人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 与拥有127万人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 为了两种前途 两种命运的决战 已不可逆转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的战略方针是 全面进攻速战速决 他信心满满地表示 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军事力量 六个月过去了 当日历翻到1947年的时候 蒋介石已经明显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作战能力令人吃惊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的四个月作战 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41万余人 国民党占领解放区城市87座 人民解放军收复和新解放的城市也是87座 1947年3月 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 蒋介石只有改变全面进攻的策略 其中优势兵力向陕北和山东突击 实施重点进攻 企图借此将解放军主力驱赶至华北地区后 东西夹击一举殲灭 1947年3月11日 蒋介石的德立爱将 人称西北王的胡宗南 统率34个旅 25万军队 从南西北三面向陕北解放区发起攻击 左右两兵团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 以密集队形向延安实施多路攻击 胡宗南亲自到洛川坐镇指挥 计划三天占领延安 三个月聚监共党于陕北 一时间西北大地上狼烟四起 杀鸡弥漫 陕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1947年的陕甘宁边区 形势从来没有这么严峻过 毛泽东和周恩来 由早原转移到中央军委驻地 黄家平 尽管解放军在陕北的部队不多 而且装备很差 但要起缺 但毛泽东已经打定主意 必要时可以撤离延安 但绝不轻易离开陕北 毛泽东要下一盘大棋 就是要牵制国民党主力部队于陕北战场 从战略上支持其他各解放区 毫无疑问 这是一招险棋 这就意味着此后的西北战场 将不仅关乎中共中央的安危 也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 谁能担此重任 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 和彭德怀一起受命于危难之际的 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 习仲勋曾是西北这片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创建者之一 此后又长期在此工作 最为熟悉这里的地理民情 1947年3月16日 正在延安以南前线指挥部的习仲勋 接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集电后 立即策马及尺 于3月18日赶到了中央军委驻地王家平 彭德怀交给习仲勋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毛泽东在信中指示习仲勋与彭德怀 一起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 延安我们不守 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 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 一直到把它拖垮 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 保证三年收复延安 这天黄昏 延安城里已经可以清晰听到枪炮声 延安的党政机关学校已安全转移 群众也疏散完毕 彭德怀和习仲勋 亲身经历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最后撤离延安的那一刻 临别的时候 毛泽东嘱咐大家 给我们全体指战员讲清楚 延安永远是我们的 少则一年 多则两年 我们还要回来的 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7年3月19日 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 当天下午 胡宗南的部队近战延安 但得到的却是一座空城 五个月后 1947年8月7日 美龄号转机在延安检疫机场 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 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蒋介石 以占领者的姿态来到延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日 蒋介石匆匆离去 同样让他心绪不宁的 还有国统区里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 为弥补内战带来的巨额赤字 上海等地的印钞厂全力赶印钞票 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 杭州无锡一带爆发的强米风潮 正迅速蔓延全国 临走前 蒋介石命令胡宗南 尽快寻找共军主力决战 然而 西北野战军早已如人间蒸发 消失得无影无踪 实际上 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延安后 主力并未走远 而是隐蔽集结于甘谷义 清化边等地 等待实际 身份 确实孕 精化边等地 将修 熊 鲜 这个 小献 几古献 平安 高手 1947年4月14日 西北野战军在紫长县城西南 杨玛河地区 全歼国民党军一三五旅 这场杨玛河之战 首创了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以来 西北野战军在一次战斗中 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边缕的范例 被称为虎口夺食 撤离延安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了青化边 杨玛河 盘龙三战三戒 稳住了陕北战局 美国政府在白皮书中评论说 攻占延安曾经被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 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 滑而不实的胜利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 各解放区打来电报 请党中央毛主席尽快渡过黄河 迁移到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毛泽东 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 在3月29日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决定 毛泽东 周恩来 任毕石等留在陕北 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由刘少奇 朱德 董碧武等转移到华北 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 随后 4月11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 杨尚昆等 率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到山西林县 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延安住了十来年 现在一有战争就走 我无言对陕北相亲 日后也不好再见面 我决定和陕北老乡在一起 不打败胡宗南 绝不过黄河 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坚持转战陕北与敌周旋 从容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 和胜利信心 胡宗南近战延安不久 凭借美国人的先进无线电侦测设备发现 安塞县的王家湾一带电频密集 极有可能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胡宗南立即组织人马直扑王家湾 这是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撤离延安以来 第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6月9日 毛泽东周恩来正在王家湾 警卫人员突然报告 王家湾对面山头的四湾出现大量国民党兵 周恩来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发现 国民党正朝王家湾扑来 沿河两岸密密麻麻全是国民党的军队 周恩来下令所有中央机关人员 立即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为了应付意外事变 毛泽东周恩来人毕时做了最坏准备 商定如果被包围 那么他们三人就从三个方向突围 哪怕一个人突出去也是胜利 幸好 这天夜里雷电交加 大雨滂沱 中央机关趁机冒雨转移 四湾的国民党兵没有立即找到王家湾 这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躲过一劫 此时 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另一个方向 山东战场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素裕的指挥下 于1947年5月中旬 在孟良固一举为艰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事 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进行一年之后 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变化 毛泽东一面转战陕北与敌人周旋 一面紧张地思考着全国的战局 他制定了以主力达到外线去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 决定以刘伯承 邓小平 陈毅 素裕 陈庚 谢富志统领三陆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 成品自行阵势展开 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 同时由许室友谭振林指挥华东野战军 由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分别在两翼 及山东和陕北战场前置敌人 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前置 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开始 1947年6月30日晚 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 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8月上旬 未测映禁纪鲁狱野战军陈庚兵团渡黄河 挺进中原 西北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围攻榆林 榆林是厄控进出陕西的重要门户 蒋介石紧急调令湖宗南的整编第36室 池圆榆林 沙家殿是榆林、嘉县、米之三县交界的一片 狭长地带 此刻 西北野战军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 也恰恰被挤在这狭窄的地狱中 它的北面是浩瀚沙漠 东面是滔滔黄河 西面、南面是吴定河和国民党大军 测水测敌 原本就是兵家大计 局面万分危险 毛泽东也意识到这里的形势恶劣 他下令要部队轻装 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千军一发之际 彭德怀下达了以伏击姿态 殲灭敌三十六师的作战命令 1947年8月20日 解放军奋勇争先 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两个旅 这一胜利 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成为西北战局的转折点 8月23日 在彭德怀陪同下 毛泽东周恩来视察了沙家殿战场 毛泽东很开心 他说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用我们湖南话来说 陕北战争已经过傲了 自此 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 就在前一天的8月22日 在西北野战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成功牵制下 陈庚谢富志兵团已经强渡黄河 挺进玉西 近期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 也亲率第十二纵队开始反攻中原 四个月后 当1947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刘邓大军 已经与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会师 并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 陈庚谢富志领导的陈谢大军 完成了在玉山鄂边区的战略展开 陈毅肃肃领导的陈肃大军 已挺进玉宛苏 完成了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展开 这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互围击角 纵横驰骋于江淮和汉之间 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迎来了大转折的时刻 1947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向全军及全国颁布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响亮地提出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跟随战争胜利一同到来的 还有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袤的农村 实现了中国农民期望了几千年的 耕哲有其田的理想 成千上万的翻身农民 被照亮了生活的希望 正在踊跃投身前线 这一天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自陕北米之县杨家沟处罚 东渡黄河 西北野战军已转入外线作战 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 已胜利完成 为了便于指挥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决战 中共中央决定前往华北的西白坡 他们将从此告别生活了13年的 陕北黄土高原 而此时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全面激化 大变动的前夜 群众的抗议浪潮日趋高涨 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 也开始将未来中国的希望 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一个月后 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此时 距离他们撤离延安 刚好过去了一年 毛泽东 延安永远是我们的 少则一年 多则两年 我们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全屈着身子坐在渡船里 身边的卫士拍下了这张照片 赌过黄河后 毛泽东回过身去 望着黄河对岸的那片高原沉默了很久 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 途经十二个县 住过三十八个地方 行程一千多公里 有人说 这就像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小长征 太行山下的河北平山县西百坡 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进入北京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等人 在西百坡朴素简陋的指挥所里 下令发起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 辽审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陆续打下 这三大战役缓缓紧扣波澜壮阔 历时142天 殲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时 非正规军29个时 共154万人 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 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49年3月23日 毛泽东和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 任毕石 一道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离开西百坡前往北平 就在十多天前 中国共产党在西百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全会着重讨论了 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全会提醒全党同志 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 不骄 不躁的作风 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离开西百坡前 毛泽东说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说 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 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 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展之快 影响之广 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历史和中国人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 北京上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礼炮声 礼炮共28下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安排 当毛泽东在登上天安门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的时候 距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过去了28年 此时 在天安门上的一大代表 只有他和董碧武 这一年 董碧武63岁 毛泽东56岁 这一天 一个伟大的政党最终凤凰涅槃 二十八年前 那些年轻人 所致力于改变的中国受奴役 受压迫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时代 正式成为过去 中国历史 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中华民族的发展 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1949年12月10日 在人民解放军的龙龙炮声中 蒋介石败退台湾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 1976年 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相继此事 在经历了十年浩劫 与波乱反正的岁月之后 改革开放 让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迸发出惊人的活力 与伟大的创造力 2012年11月8日 天安门广场西策人民大会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12年11月29日 天安门广场东策 国家博物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 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近代最伟大的中国 追溯这个梦想最初的开端 回望95年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那段历程 虽然一路艰辛 智风沐浴 但凡在景观节要处 他们总能神奇地峰回路转 转危为安 从1921到1949的28年 是这个伟大的民族和古老而伟大的国家 实现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风云岁月 在这28年里 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 从稚嫩到成熟 凭借着极其坚定的信仰 令人震撼的顽强斗志 几经艰险 几经生死 几度重生 每一个亲身参与到 这28年跌宕历程的共产党人 都在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奋战拼搏中 实现了个人的重生 追根溯源 或许正是因为信念执着 所以百转千回 终得凤凰涅槃 欲获重生 春末下出的长安街风景如画 绿树 宫墙 瓦表 车水马龙 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长街是明朝永乐皇帝命名的 这个名字 还能记起那首《四世同堂》里的主题歌 《重整河山拜后生》 也许人们还记得毛泽东撰写的《沁元春雪》 《巨王椅》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重整河山拜后生》 我来尝一首歌 我来尝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的尝 你慢慢的喝 是否你还记得 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 灿烂的水月 你我为了理想 理解了解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者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事关国家大计 信物令驾 十四年抗战中 国共关系复杂而微妙 就在抗战胜利前夕 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 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强调提出 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而蒋介石 在国民党六大上做出的结论是 今天的中心工作 在于消灭共产党 尽管蒋介石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他要想发动全面内战 也有太多的顾忌 为了避开日军的锋芒 此时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大多屯兵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 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所在的华北 华中 华南 以及东北地区 还需要更多时间 而且 经过十四年抗战 中国人民此刻最强烈的期待是和平建国 反对内战的呼声一片高涨 国际上 美国与苏联为争夺欧洲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双方也都不希望中国陷入内生勋剑 必人极愿与先生会见 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四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予尽业 第一准备随即赴予 物教有期 特此丰富 1945年8月28日 整个延安城万人空巷 机场上人山人海 毛泽东 周恩来 王若飞 在国民党将领张志忠 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 乘专机飞赴重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 也是大革命失败以来 毛泽东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到城市去 当飞机呼啸着冲上天空的时候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 我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 蒋介石在林园关底 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 于是 两个敌对了18年的 国共两党领袖 看上去已是相逢一笑 敏恩仇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 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 但是 当谈判拉开帷幕的时候 毛泽东 周恩来才发现 蒋介石派里战 权衡利弊 蒋介石决定率先发起和平攻势 六天后 蒋介石再次致电毛泽东 大战方告终结 内征不容再有 深望族下体念国家之健卫 敏怀人民之疾苦 共同努力从事建设 又过了三天 蒋介石再发起电 为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均待与先生面商 时机迫切 仍判先生能与恩来先生 惠然携林 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 国家前途实力赖之 自已准备飞机营亚 特载池电速驾 蒋介石八天内 接连发出三封电报 公开将了毛泽东义军 你有没有胆量来重庆 毛泽东心里清楚 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 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 真备战的缓兵之计 但面对废墟上 亿万人民的翘首期盼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还是决定力求和平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4日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回复 特辑重庆 蒋介石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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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 杨栋梁 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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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梁 这一年 蒋介石58岁 毛泽东52岁 以过去的大半生里 他们曾经相向而行 也曾经势不两立 今天 他们再次并肩而立 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 世界为此看到了中国和平 民主 团结的曙光 拍照结束后 他们走进会客厅 开始了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谈判 但究竟是战是何 他们各自想要缔造一个怎样的中国 感谢大家